你好,我是匈奴人 习包子企图分化瓦解欧盟 习包子这一次访问欧洲 包藏祸心 因为习包子总是认为 中国已经崛起了 现在中国的GDP是世界第二位 但是习包子对中国历史一无所知 他不知道明朝的时候 按照很多历史学家的 全球人口的三分之一 GDP可能也占全球的接近三分之一 当然在我看来 即便在明朝的时候 中国的GDP占比也不到全球的十分之一 但是不管怎么说 人口是有可能占到三分之一 或者四分之一 或者至少是五分之一的 当时明帝国丝毫没有崛起 反而被GDP只有中国千分之一 不是百分之一 而是千分之一到万分之一的 因为当时满洲人只有十几万人 总共的人口只有十几万人 照样打败了征服了明帝国 所以说习包子认为 现在中国必须与美国欧洲 重新划分势力范围 大造世界新秩序 也就是说中国崛起了 那么中国周边都属于中国的势力范围 什么你台湾啊 菲律宾啊 日本啊 印度啊 还有越南啊 你通通都是要养中国的鼻息 所以习近平这一点都不了解 美国虽然强大 但是他并没有欺负加拿大 也没有欺负墨西哥 也没有欺负美洲的任何一个 哪怕弱小的国家 美军虽然长年驻扎在欧洲 我们没听说过美军欺负过欧洲的任何一个 哪怕弹丸小国 只有几万人口的国家 但是中国你想 他的这个势力范围意味着什么 他大军随时可以入侵 可以去打越南 可以去打台湾 可以去整天用水枪来来来吃这个菲律宾 所以习包子的中国的中华崛起们 是注定要失败的 他早晚会遇到他过不过去的坎 当然习包子现在还在一厢情愿的 对他认为的敌对阵营和军事同盟 进行分化瓦解 然后再借助中国的制造业 打造一个作为杠杆来建立一个新的秩序 从而取代了二战以后 这个整个世界的体系 所以说现在经济政策成了习近平的主要杠杆 他为什么疯狂的发展 这个制造业特别是电动汽车 新能源等等 因为习包子就想借助于这些大量的出口 而控制世界的这两个领域 事实上现在电动车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被人不看好了 所以中国大量的投资电动车和新能源 有可能遭遇彻底失败 你从马斯克的电动车在中国销量急剧下滑 在美国销量也急剧下滑就能看出来 不仅仅是因为价格因素 因为虽然特斯拉电动车稍微贵那么一点 但是它的质量更好 安全性能更好 它的全面下滑有更深刻的原因 其实一百年前地球上就有电动车了 电动车也广泛在于一些工厂里面 因为我有个朋友80年代就开电动车在中国 他开电动茶车小范围的活动 虽然说现在人类的电池技术 最近20年取得了常驻的进展 但是它取代不了其他的能源 而且最后它造成的电池本身 可能对地球造成更严重的污染 所以说现在全球正在重新评估电动车和所谓的新能源 所以细胞的很多的想法 或者说它的投入搞电动车大跃进 最后很可能是给它带来灾难 因为中国在这方面投入的资金太多了 造成了大量的产能 这些产能将来你说电动车你再便宜没人买了 而且你也便宜不到哪里去 你现在是靠国家补贴 你中国经济现在正在越来越困难 你补贴越多你经济会更加困难 所以说这简直都是习近平在找死 而且他这一次你看 一个他访问塞尔维亚 第二个他访问匈牙利 他访问塞尔维亚的时候 跟塞尔维亚建立了一个协议 就是自由贸易协议 这是唯一的一个欧洲国家 其实塞尔维亚很可怜 只有600万人口 而且塞尔维亚自从共产主义崩溃以来 它几乎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 它不光人口600万 仅仅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城市 但事实上 它因为你看 自从南斯拉夫这个崩溃以来 联邦崩溃以来 分裂成七个国家或地区以来 塞尔维亚要么就在打仗 在拨黑问题上 在什么问题 科索沃问题上 跟欧洲跟美国叫板 打到最后 打得稀里哗啦的 最后这个国家实际上 已经崩溃了 也完蛋了 而且从来这个国家 没有能搞好经济的 到现在 它的街道还都是 前共产主义时期的那种 老街道老房子 这个国家的年轻人 实际上都跑到欧洲打工了 所以它的人口只剩下600万 都是中老年人 你说你中国跟这样一个国家 生意有什么好做的 下一步呢 细胞子呢 要去访问这个匈牙利 匈牙利呢 人口也只有1000万 而且匈牙利呢 跟周围的国家都是敌对的 这个国家的经济呢 也是一塌糊涂 而且历史上 它就非常贫困 因为匈牙利人呢 跟欧洲其他人的语系 都不是一个语系 它在历史上呢 它主要是奥匈帝国呢 借助于 这个匈牙利的一些 青年去当兵 然后呢 所以匈牙利呢 才维持了这么一个国家身份 过去叫奥匈帝国 因为奥地利人呢 要想维持霸权呢 他需要大量的宣血 需要大量的炮灰 而匈牙利呢 就是靠这个提供炮灰 而生存的 他是匈牙利人 不善于做生意 也搞不好经济 所以说呢 再加上呢 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 你看那个乌尔班 是一个典型的一个乡霸佬 就像一个中国的大帝书记一样 一个乡党委书记一样 既出炉 又野蛮 又愚昧又无知 还有那个五七七呢 一看呢 一个六百万的小国的领导人 整天不想着怎么样 使得人民过好日子 还在那胡思乱想 跟普京勾勾搭搭 跟习近平勾搭搭搭 你搞来搞去都是一场空 因为普京早晚是要完蛋的 习近平早晚也是要完蛋的 你说你得罪了周边的几十个国家 要知道这两个国家 都是靠欧盟来生活的 靠欧洲给他提供资金的 所以说呢 习包子呢 这一次呢 企图去分化瓦解是一个错误 虽然说呢 他访问了法国 但是法国呢 对外交政策呢 是多方面接触 你比如说 这个法国总统 甚至派外交官出席了普京的典礼 这就跟他接待这个习包子 是一回事 而且呢 马克龙呢 要担心自己呢 控制不住大局 所以说呢 他在会见习包子的时候 特意邀请了 欧盟委员会主席 弗德莱恩 弗德莱恩们就头脑比较清醒 他在跟习包子会谈之后呢 就明确的表示 说欧盟准备动用一切可用的贸易工具 来保卫欧洲的经济 不受中国的伤害 也就是做好了打击中国 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的准备 而且呢 针对中国的产品补贴问题 弗德莱恩讲得很清楚 说不能够允许他们疯狂的涌入欧洲市场 所以呢 他现在当面就敦促了中共当局解决这个问题 实际上这个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呢 正是习包子的阴谋 所以说呢 习包子呢 当然他也不会答应 他事后呢 他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呢 习包子口口声声的心智生产力 实际上就是指的电动车和能源产业 他企图呢 充当全球电动车生产和新能源产业的霸主 所以说呢 他疯狂的不遗余力的鼓励这两个行业的发展 现在看来呢 可能就是一场空 而且呢 德莱恩说呢 欧洲呢 将会与七国集团的其他国家 比如美国 加拿大 日本 密切这个协调 来共同 这个 就是说呢 制裁中国 因为呢 欧洲不可能 接受呢 导致欧洲去工业化的扭曲市场做法 因为工业化呢 欧洲的这个工业能力 不可能说因为你中国搞这些东西了 他就自动的就放弃了 所以说呢 他强调了呢 中共必须要改变现有的不公平行为 另外呢 这位欧洲 欧盟领导人还强调呢 欧洲将毫不动摇的保护他的经济和安全 即便是有些决定很艰难 他们也会坚决的做出来 来从而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 这一点呢 也就基本上粉碎了 细胞子的一厢情愿 另外第二个呢 就是你看 中国的政策呢 一向在历史上 我们知道 秦王朝 他怎么征服六国呢 他靠的是远交进攻 那时候呢 他跟远处的这个国家呢 就搞好关系 比如说齐国呀 这个燕国呀 关系都处得很好 他主要是对韩赵卫进行猛攻 那时候跟楚国的关系也很好 等到把韩赵卫征服以后呢 他又开始呢 一一的就是说呢 反正他打一个国家 周边一个国家的时候 他就跟远方的国家 搞好关系 这个远交进攻呢 是生殖兵法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原则 这一点就体现在西胞子的这个基本思路上面 所以西胞子呢 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传人 你比如说这边呢 他访问在那个 这个这个这个法国那边呢 他跟亚洲跟台湾跟菲律宾的关系 却日益紧张 所以说呢 现在呢 这个南中国海呢 成了台湾跟台湾海峡一样危险的一个前线地区 今天呢 美国和菲律宾的联军就在那里练习如何击毁中国的军舰 在这场联合军演当中呢 美飞军队在澳洲空军的支援下 发射了一连串高精度的火箭弹炮弹 并且呢 和空中投射的炸弹 集成了一艘中国制造的模拟敌舰 中共呢 近日呢 已经多次呢 对美非联军呢 专门打击中国制造的这个模拟敌舰的消息呢 表示不满 而菲律宾的驻美大使呢 则警告中共说 你们中共不是会造军舰吗 听说你们已经造了全世界最大规模的军舰 军舰数量超过美国了 那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加强火力 准备把你们全部集成 就讲得非常清楚的 就是说 就是要准备干中国的海军 据这个问讯者报说呢 模拟敌舰呢 是菲律宾海军的退役补给舰 卡里亚拉亚湖 模拟打击的地点呢 位于菲律宾沿海城市拉瓦格 约15公里 距离台湾的最南端呢 也仅仅400多公里 就是菲律宾 它有一部分地区呢 它是跟台湾是非常近的 有一个群岛呢 就是在菲律宾跟台湾中间 演习的首席策划官阿萨夫 告诉中央社 说1500名英军和500名美军 参加了这场演习 这场演习呢 就是由空军海军 甚至地面炮兵 联合的 这个打击中国的这个模拟军舰 这个首先呢 是菲律宾海军快速 这个攻击拦截艇 发动攻击 发射了长丁的 非瞄准线的导弹 就是它当然因为距离比较远嘛 15公里 然后击中了卡里 那亚湖舰上的上部结构 也就是把中国造的这个军舰的上部给摧毁了 菲律宾空军接着派出阿古斯特兰号这个直升机 对着这个中共军舰进行假想射击 而竞争的射击 然后呢 菲律宾的海军巡航呢 又发射了海星滴滴地反舰导弹 结果击中了卡里拉亚湖的后侧 因为一下子在它后侧击中了一个洞 所以这个船舰呢 开始缓缓的下阵 前两次攻击呢 都是从空中或者从空中进行攻击 它主要摧毁它的这个军舰的上部结构 但是呢 这个地地地的这个反舰导弹呢 地地海的这个反舰导弹呢 这主要呢 是它的比如说赤水线以下打一个洞 阿萨夫说呢 接着菲律宾的空军的F-50战机和美军的F-16战机 分别发射了小牛导弹和导引炸弹 又多次击中了 船舰的上部结构 然后呢 美军呢 是非常厉害的 又再发射105毫米的榴弹炮 然后菲律宾陆军炮兵呢 最后又发射155毫米的榴弹炮 都成功的击中 击成了中国敌舰 也就是说呢 18班武器 齐上阵 看看大家谁射的准 结果射的居然都很准 所以说呢 中共的这个官媒呢 非常反感 环球日报呢 甚至在4月20日就报道说 这个卡里拉亚湖呢 原为拉普拉普号 是中国造船厂建造的 也是呢 中非合作的建政 菲律宾呢 专门把这艘军舰拉出来 模拟敌舰进行这个大击 挑戏意图明显 讲白了 也就是说呢 你中国 因为中国造的船呢 它内部结构都差不了多少的 打这艘船的目的 就是给你中国看看 我们已经练习好了 随时可以摧毁你中国的军舰 你有多少军舰开过来 到时候统统都把你集成 所以尽管中国进行了 一连串的抗议 但是美非演习的首席策划官 阿萨夫反驳说 保卫国家是我们的工作 所以说呢 我们必须要做好准备 中共呢 实际上在南海的挑戏行为 已经成为目前菲律宾人 最关心的问题 小马克思总统呢 已经命令菲律宾军队 从重点对付国内的南方 叛乱 转而呢 对付对外防御 也就是呢 现在菲律宾军队呢 现在转而对付中共了 这个战略转移呢 与美国政府加强印太地区联盟 以联合对抗中共的努力 是不谋而合 所以说呢 下一步呢 这个中共在南海呢 将会举步维艰 而且呢 随时可能跟菲律宾搭起来 因为中国呢 最近呢 多次使用强力水炮军用机镭射 来骚扰菲律宾军队 已经激怒了这个菲律宾的政府 所以说呢 菲律宾呢 现在与美国与澳大利亚 还有日本都频繁地进行 一连串的军事演习 也就是说呢 就是充分练习 怎么样 打击中共 一旦到时候战争爆发 这样菲律宾呢 就有着啊 就能够稳超胜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